我出道的時候也是用本名 但人家就不想用叫我的本名 對 我本名叫余芸杰 美人這個是怎麼來的 因為我當時做廣播節目 當時在地下電台 然後你知道 那個每天那時候 國民黨動不動就要操台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監獄是可以聽廣播的 所以很多人就打 還有寫信來 說余老師我們 就聽到你的聲音 這叫余老師 很好聽 你可以在廣播 描述一下你的長相嗎 這對我有河南 對 河南只有 對不對 我們那個1993年 那你知道那個時候 我就說 余老師的長相呢 給你幾個想像好了 OK 張曼玉 王祖賢 關之玲 這個 崇祖宏 這四個人 大概綜合起來就是我的樣子 我有要負責 我沒有要負責 因為明天搞不好 又被操台了嘛 對不對 他說那你一定是一個大美人 我又姓余 對不對 然後就叫余美人